那王龙江大哥就没招了 一个电话就打给志哥了 志哥啊 王龙江啊 咋的了龙江啊 别急了 上火了 哎呦我擦他妈 尿尿都焦黄这两天啊 嘴恶臭我还直放屁 咋的了 之前跟你说那个 我企业那个事儿烂刀糟的 我没办明白志哥没听你的 我没给钱呢 这他妈卡到好啊 回来我说给钱了 给钱了不就完了吗 一年千万 我冲动了 我这脾气你也知道 他那个司机也像个狗似的 让我丁钢 让我给一顿削 这回完了 哈尔滨绝别瘫了 哈尔滨被封 财务被查 上面抱上去了 我这何解 我估计我要费呀 志哥 救救我吧 你得帮我呀 王龙江大哥真是难住了 都他妈差点没疾苦的 那你看志哥啊 也没那么大能力 因为志哥那有限的啊 你这么点龙江啊 别上火 我找那个杜成啊 我看看眼睛叫杜成 看看那边想办法吧 啊 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啊 我看看怎么整啊 哎呀 那行 你都知道事情经过 你跟诚哥说一声吧 电话一料 志哥该说不说啊 一点没废话 打点杜成 诚哥对王龙江也是非常好 王龙江对杜成也不错 这玩意是相互的 喂 啊 杜成啊 啊 我是大志 哎呀 志哥啊 咋的呢 你干啥呢 哎呀 泡马子 玩玩会天 哎呦 几乎办点正事啊 我跟你说个事 龙江啊 出事了 龙江有难的啊 向我发出求救了 事情是这样 啊 这个哈尔滨呢 这个哈吉店那边 那个企业 这个在那边受到困难了 啊 这个小志志小维维 现在个主任 啊 这不难为王龙江吗 心要钱要干啥的 啊 龙江大哥呢 也给钱了 最后啊 还他们把司机打了 冲动点 这不啊 人家把企业现在给查了 疯了 不生产了 长短了啊 就把这事情经过给消了 小诚一听 你妈的 他老了 这欺负人们呢 啊 是啊 那没办法啊 小诚啊 你看看 黑龙江那边 这个 他也得归邓福馆呢 松通管理啊 你看看 你找找天宇 看看能不能给办办这个事啊 天宇他爸毕竟给黑龙江当过一把的 行 我给问问啊 好嘞 电话 八灯一六 打电话 就给他爸的秘书啊 方秘书都认识啊 喂 啊 哎呀 天宇啊 我是那谁 我多啥 你看看 我有这么个事啊 长短短了 王龙江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 哈记店的吗 这样啊 这个 他受到了这个 这个误会啊 受到了欺负 我就不细小这事了 啊 这里面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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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啊 啊 那给钱正常了 哎呀 别闹这个 那啥呢 你看看你这个 把这个这个事困难整 整一下 把这个哈记店的盘活呀 啊 你给你爸 这个那边说一声 看看黑龙江呆过 行 那我问问啊 哎 我问问啊 小诚哥 别他妈见受的 滚蛋 天宇已经就接电话了嘛 天宇也不废话 电话就打给方秘书了 他爸的秘书 他爸贪污都厉害 他爸刚贪污几千万 好像是几百万 这小子 他妈贪污 他妈上亿 哎 十来个亿好像是 喂 喂 方叔啊 男的啊 方叔啊 啊 小田啊 咋的呢 天宇 方叔啊 哈尔滨那个哈基殿 你知道不 哈基殿我知道啊 我在黑龙江当过秘书 我不知道吗 那不重点起义吗 这样啊 哈基殿的王农江 王总啊 是谁呢 是我成哥的这个朋友啊 然后这个 这不吗 新调了一个这个小姿姿 小维维啊 然后叫王 王长军 这不熊爷爷吗 啊 这个把他司机打了 完现在把厂子封了 查财务呢 你看看 这个方秘书 能给这个打电话不 黑龙江那边 你认识不 因为方秘书 他们那时候是 九九年年初 就是跟老田 就上北京上任去了 他跟这个田宇 他爸一起走的 然后这边人就换领导了 后来领导姓宋 所以说他 他他他他 他也不认识 人家这个 王长军刚掉了的 都不到什么撒院 他不认识 哎呀 田宇啊 我也不认识啊 咱们出了这么长时间了 新来的 王长军 小姿姿 我这么的吧 啊 我打电话问问 我问问黑龙江管 那个生产的那个 啊 那个前五把 那个咱们那个 小夫妇小生生 啊 这咱们你 你父亲提起来的 啊 这咱们自己人 我问问他 那双冬关离吗 哎呀 那方叔啊 那就这么地啊 等你信 电话就料了 方秘书妹找着 这个小姿姿 小巍巍的王长军 他找着谁呢 黑龙江省排地前三把 因为啥 这玩意有常务 常务是第三把 他不是常务 就是管生产的那个 小夫妇小城省 大伙都知道 一带人过去就行了啊 这这么一击 哎 你好啊 啊 哎呀 那个韩副生产 哎 有这么个事啊 我是方秘书 哎呀 你好你好 方秘书 这样啊 这个哈基店 你知道不 哈尔滨哈基店 那我能不知道吗 前两天 我还上那个企业 也参观过你啊 考察你 对了 你管生产 你有这么个事 这不咱家少爷 这个田宇嘛 啊 他朋友杜城啊 这个等等吧 跟这个王龙江特别好 我长话短道吧 王龙江办个错事 人家上面找他 哎 他没给面 然后给钱了 现在把一四级给打了 现在把哈基店给封了 你看看 能不能跟那个姓王的 这个啊 王常 王常局的打个电话 把这企业给解开就完了 是不是 不看生面 看佛面呢 啊 这个毕竟双风管理啊 你说话能有力度啊 我这掉出来太长时间了 行 啊 王常局是吧 我知道他 啊 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沟通 那哈基店是重点企业的能行吗 啊 我打电话给他 好的 打电话 888 就打给王常局的 人家管生产的 对机业的啊 这个建设的 人家正好对口 他是双风管理 王常局接电话 哎 哎 你好 我是黑龙江省 小兹兹小维维的王常局啊 啊 哪位啊 你好啊 王常局啊 呃 我是这个谁啊 我姓省里的 我姓韩啊 哎呀呀呀呀呀啊 啊 韩国长 你好你好 领导什么事啊 就是归管啊 钱的是烂糟的 管不太 说实话管不着 人家有点啊 哎 人家直接就基本归北京管了 啊 你好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啊 呃 我听下面人反应啊 咱们哈基电 作为黑龙江省重点企业 作为哈尔滨市王牌 我听说咋的 你们给疯了 挺惨了 啊 还给财务给你 疯上了 查你什么玩意的 你这不乱弹琴吗 啊 这个 这咱们黑龙江省的GPP 那都靠着哈基电的啊 这是省重点企业保护单位 啊 你这因为什么 你给你疯了 呃 哎呀 哈佛省 是这样啊 这个哈基电呢 现在有很大的经济问题 这个企业的法人呢 现在王龙江同志啊 现在政治不过关 啊 而且现在查出了账务有大多数的 有这个贪腐败的问题啊 供款挥用的问题 我现在整理这些东西啊 已经上报上面了 有关部门 小月愿啥的 我现在反映这个事啊 也流到刘老师重视了 现在他下一步可能 是去改 从主杀这个那个的啊 我就不跟你细数了 哎 王主任哪 你别给我打关枪啊 什么事啊 还给人家上报了 还给人听查了 你知道你疯一天哈基电损失多钱吗 损失上亿 因为咱们韩日之间 那个国际合同都签了大订单了 一年里交几十个亿 你要不交定期交不上货 你是需要赔委员一金的 你知道政府这边怎么办啊 你说 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事 我查他 因为他归我管 我查他没毛病啊 领导啊 他还是不归我查 那我也查不到他身上 他没有问题 我也可能查不到他身上 领导 这个事你就先摻萝卜 倒蛋操心了 不是 哎 你妈比一点没给面了 一点没给面了 他俩的级别应该是一样的老铁 他俩级别一样 谁不比谁大 我唱你妈给他气一点啊 老铁这时候这个姓韩 这个也较劲了 你妈小小的一个 等里面的一个有关部门的一把 你跟我俩装装毒的 人家较劲吗 也是大方秘书那边的事 就挤了啊 人家直接找到谁了 黑龙江的一把老宋了 敲办公室门 领导 进来 门一推 桑春节 你好 哎呀 小韩呢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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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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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不小韩就坐着了 领导啊 我跟你反应个事 咱们哈基电呢 啊 遇到了大困难 老宋一瞅 说哈基电 那我上两个月还去视察了非常非常好的企业 老总人也很好啊 那个 汪龙江 那个胖乎乎那人 挺挺的哈 怎么的呢 说那个 是这样啊 有什么事呢 呃 刚才呀 我接到一个举报 哎 他没说别的 他说举报 说现在呀 新来这个省里面小姿姿小巍巍的 一个姓王的叫王长军的主任 啊 说上个月视察就开始找一麻烦啊 然后领导你也知道因为啥 咱们不说透 那就是别钱的意思啊 说这这面那王龙江啊 受到七十大主 他也忍了 给钱了 但是啊 可能做出点过格的行为 把他司机给了几下了 啊 这家伙他就不干了 这不吗 啊 这个给人哈尔滨哈基电就给人封上了 现在查人财务 你说查财务三天两天领导啊 是他 查三天两年的是他 那哈基电那不就破产了吗 哈基电破产了 咱们企业省里的GPP完了 那咱们的工作不也是重大失误吗 咱们得保护这个省中南企业啊 老宋一听 有这事 过去他就是吴三桂差不多了 那就是封建第一大力 过去就一品呢 老宋一听 啊 小小的国资主任 我这正规我管 我打电话 老宋该说不说 挺正义 他是个好官 老宋拿电话 就把这王长军电话 咳过去 办公电话 干过去 那你看 见人下才点的 这个 啊 王长军也接着老宋电话 哎 哎 你好 这里是黑洞江省小资资啊 我是这个王长军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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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位 你好 我黑洞江省一哥 我姓宋 哎呀 呀呀呀呀 你好 宋书坚 嘿嘿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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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宋书坚 你好 那个 有什么事吗 宋书坚 啊 我这出道保地 还没到你那拜访 你不用拜访我啊 我想问问你 你上黑洞江 你是搞过经济了 你还是捣乱地方经济发展 也扣帽子啊 不是领导啊 还怎么这么老实 事处有因的 你是不是把黑洞江的 这个哈地店的给你封了 现在查一件不财务 不愿意生产 是不是有这事 有啊 领导啊 他财务现在出问题了 我们现在必须得封啊 啊 财务现在出现大腐败的贪污 我告诉你啊 你别跟我扯的 我现在命你 赶紧把人企业解封 你知道现在企业 人家一天损失多钱吗 整出国际争端了 你能负责责啊 人家跟韩人订单 人家那边那个 等着等着的啥呢 这么住的了啊 哎呀 桑初姐 你别生气啊 你这样 我现在可以呢 给他解封啊 让他继续恢复生产 啊 但是财务啊 我得接着查 因为他财务有问题啊 这人政治也不过关 你别他妈扯淡 我说的事件 你解封吗 我告诉你解封 财务你也不能查 你查什么查 你查他妈查啊 你他妈这个位置 查谁这位问题 你敢说你这个 啊 屁股没死啊 不是领导 你这么说话呢 我现在查的是肯定查的 我现在把它查出了问题了 我现在整合资料 电子版的IM 包括这个文字版的 我已经报到最高部门 小圆圆了啊 而且领导非常重视啊 要我严厉查啊 你看咋整吧啊 你拿上面压我呢啊 我现在说话你不听了呗 你不听不归我管呗 你黑龙江不归我管的 不是领导 那我是酸痛管理 那你看咋整 我他妈给你调走啊 你看我能不能征了你 你调走 你不就给我查不了了吗 领导 那你调走我吧 啊 我没办法 知之所在 咱们输了 这个老大啊 生气了 说他妈的 我这六三门 我随便任免 我这你这个小杂 啊 就打电话就给谁了 就给当时战属了 北京那边了啊 有关部门 就小兹兹那块总部了 你好啊 这跟他都平级啊 你好你好 我是辽宁 我是黑龙江省老宋啊 你给我接下你们的一把啊 我发现个问题 哎 那边一把就接电话了 一把跟他是平级啊 哎 有人说他的谁大 谁当谁都当地方的这个一把手 听懂没 地方的一把手是实权非常大的啊 别看那边的部门 因为部门是管全国 但是你实权的 没有地方医院大员狠 哎 哎哎哎 你好你好啊 不是 咋的哥们啊 你们这边黑龙江省新派的这个王昌军啊 不配方地和正政府这个搞活经济 还给捣乱啊 使棒子 我这么说啊 赶紧立马给他调走 哇 我现在这个黑龙江省不用了 你赶紧给挣走 换一个啊 啥事啊 黑龙江省哈尔滨啊 哈基电这个事啊 我就从前到后给你学一遍 你听的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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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事 你看看 我说话都不好使了 别生气啊 那个我还真调不走的 你调不走啊 你啥意思啊 你让我走上面啊 你看咱俩是平级啊 你也别生气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他呀 他是谁的人啊 他是老大的人 老大亲自指派的下面锻炼的 谁 他是老总的人啊 那还真调不走 我知道了啊 老总的人 这上基层锻炼下来 操你妈这不惹祸了吗 懵逼了啊 小宋啊 不是谁谁呢 小韩子 他妈的小小的 这个主任呢 他还真惹不起 谁 他妈的 他上那边的人啊 老大老总 他妈派的锻炼的人 你赶紧告那个 那边那个 找你的人吧 这人咱们整不了 调不走啊 赶紧的 这不惹祸了吗 赶紧让他给钱 这他妈惹人干什么玩意啊 这不废话 那边 888啊 老铁 人家就给打给谁了 哎 就打给这个天宇了 哎 天风山 方秘书啊 你好啊 方秘书啊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啊 这么回事啊 操他妈 这么水 这么深啊 啊 行 我跟天宇说 天宇啊 是这么回事 咱动不了啊 啊 啊啊啊 我知道 哎 电话都太多了 咱们就剪短了啊 天宇就打给就杜城了 成哥 是这么回事 咱整不了 人家是那谁的人 妈杜城都吓一跳 我擦你妈 他人 这黑龙江省的 什么 锻炼你 行 我知道了 智哥呀 这不惹祸了吗 擦他妈的 智哥 人家那个 王长军啊 那是老总 清点的人 上集成锻炼的 咱们也整不了 人家 这赶紧赶我王龙江给钱吧 这不是还得 还得道歉呢 杨炼争得劲呢 也不找咱们 要王龙江飞来 智哥一清也吓一跳 操你妈 老瓜嗡一下 赶紧给王龙江打电话 你看王龙江那边接电话 喂 啊 哎 智哥 哎 龙江啊 那个 是这么回事 人那个是谁呢 咱找一圈人了啊 真动不了 那边是谁 是这个老总派下锻炼的人 老总清点的啊 啥 我操他妈的 我捅天了 我告诉你龙江 你现在撂电话 赶紧给人钱 给人道歉 让人逮劲啊 然后这个事啊 可能就拉倒了啊 要不你这次 智哥成人都保不住你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王龙江吓坏了啊 那是能让他生死决定的人 王龙江拿电话啊 巴巴巴就打给谁了 啊 那就打给王昌军 真牛逼啊 四十五六四 你想想 他给他干三年老铁 回到北京 也当一把去了 那边啊 还是这部门的一把 非常有逼 喂 哎 你好 哪位啊 啊 哎呀 那个王主任呢 王龙江这脾气啊 你看看说话啊 王主任呢 我是王龙江啊 啊 这小处不砍呢 这不直溜 井无压力不出油 盐无压力不成财 你管我就对了啊 你收拾我就对了啊 那个 我跟你说啊 你看看 这个 我在前两天的赛脸了啊 我这两天 我想明白了啊 王主任呢 咱店一年一千万了 一年三千万啊 我给你送过去啊 王龙江啊 完了 你就现在 你给我拿十个亿 都不好使了 因为我现在 这个报表 报上去了 王龙江啊 我不催牛逼 你等着秋后 他妈的从主 踢出去之后 你问咱吧 哎哎哎 不是 哎哎 不是钱的事了 你拿十个亿 都不好使了 老铁听明白 上纲上线 人也吱口气 你妈 龙江大哥 吓得屁都凉了 打一天电话呀 哎都不接了啊 我错了啊 给个机会 不接了 你就咋说不好使啊 拿多少钱都不好使 要为啥 王龙江跟大志好啊 啊 就他妈 怕有这一天 这就用上了 志哥呀 龙江 完了 我现在尿尿 不是叫黄豆尿血了 志哥呀 这幕后 我都跑路了 呃 人对面 拿十个亿都不行 说不是钱的事 要去胡问斩 要整死我呀 志哥呀 咋整个 我擦你妈 上纲上线啊 啊 没事 我找你成哥 啊 研究研究这个事 你妈 志哥掉电话 一定要你叫劲 擦你妈叫劲吧 志哥一个人的力量不行 那杜成他们大伙待起 杜成啊 啊 志哥 这个事啊 擦你妈 对面要整王龙江 啊 要把王龙江的帽子栽下去 啊 然后收拾王龙江 王龙江身上很多头衔啊 黑龙江等带手要穿笔鞋 他跟上一村 啊 级别差不多懂了吧 哎 说现在要他们查的啊 说包上面去了 说杀头那那意思啊 小诚啊 你得管龙江大哥呀 小诚讲话呢 我咋管呢 这么点 你给他打电话 你看你拽个面子 啊 你爸那个身份 然后看他给不给面子 我爸不行 我爸是科学家 不行 你看你爸 啊 这个问题你给打电话 唠了 小志一听行啊 啊 小诚一听行啊 你小诚的爸好使啊 要着电话啊 这不管龙江要着这个王主任电话了吗 杜城就打过去了 喂 哎 哎哎 你好 哎你好 王主任吗 哎你好 哎王哥 你看小诚很很客气啊 哎你好 你好王哥 哎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谁呢 呃 这个海南王啊 海南岛的这个 那个啥 那个桃花岛主 那那是我爸爸啊 姓杜 哎 我是那个小杜啊 我的杜城 哎 你好你好啊 兄弟啊 你什么事 哎呀 那个 王哥啊 这黑龙江的这个 这个 哈记店的 那王龙江呢 是我一个好哥哥 我今天打电话啊 冒昧的 咱俩没见过面 你看能不能看我爸的面啊 咱把这事啊 缓一缓啊 咱们有个妥协 杀了杀了 杜城啊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你爸我也知道啊 也是领导身边红眼 但是我跟你说啊 这个王龙江啊 确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 这个事呢 不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能解决的啊 我肯定得查他这个事啊 不是那个 我再说一下子啊 我跟你提个言仔啊 你说啊 这个 普正啊 啊 那个普正是谁 你知道我普正 我知道普正啊 普正是谁我能不知道吗 不就是那个做小吃 歌手推吗 的 说普正是我哥呀 那个那谁 我再说一下啊 还有谁呢 还有一个大哥呀 非常牛逼啊 说内蒙古的云山大哥 云山三哥值得我老天 那三哥是谁呢 三哥是内蒙古老云家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搜索一下百度 内蒙古老云家 在这个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 二十年代啊 内蒙古大响第一枪 啊开启了这个啊 也是内蒙古的 说白了 那皇上皇啊 老云家 说云山啊 那第三代传人的云山 也是我哥啊 这个普正是我哥 提这俩人物好使吗 太什么好使了啊 你看 能不能给个面子 那个可啊 那个王主任 哎呀 普正我知道 云山我更知道啊 但是呢 今天老弟 我说一下 你今天提谁 都没有面子 啊 都不行啊 这个事我肯定查到底 你 普正都没面子 云山都没面子 哼 啊 没面子 就是没面子 我擦他妈 当时把电话一撂 老铁给杜成都干懵了 这笔快了 你死不远了 有人说呀 没毛病啊 紧接着 杜成也急着叫劲 他叫劲杜成也叫劲啊 他你们 你跟我 跟我疯 你跟我玩呢 陈哥拿电话 啊 就打给一个人 大致讲话 你打给谁呀 不行 他你们 我得找郑哥 啊 太子帮的老大呢 都是啊 但他直接没给郑哥打 给郑哥的谁打的电话 郑哥身边的御用警卫员 啊 文斌 大伙都知道 陈文斌啊 啊 圆哥 圆哥都没有三哥牛逼啊 你细想啊 三哥多猛啊 那打谁都不敢打了三哥啊 啊 打圆哥都没有三哥猛 其实我认为 圆哥他妈都应该排第二 普正排第三 但是分咋个事啊 有面子大就 他们杀 圆哥普正他们杀太大了啊 谁也不比谁大马去啊 哎 哎 兵哥 我督场 我心里回趟沈阳 你看看那个 那啥 你有没有那个 那个 郑哥那个啥 郑哥在家 美 啊 郑哥在家呢 啊 就成了 你有事啊 啊 没啥事 那个 郑哥最两天心情好不 总他不惹火 怕郑哥心情不好 郑哥这两天心还行啊 那我跟志哥回去看看他去 你惹祸了吧 没人还祸 那个志哥的事 那你回来吧 我跟郑哥说一声 你先吹个风 这边普正改 这个家里面那个小龙踏坐的 旁边有个破椅子 那椅子都吸破吸破的 但是谁也不想坐 那是他爸没的时候 留给他一个靠 小程有次坐了跟小程骂了 真实话 老头留点东西 该沈阳 郑哥不该沈阳住吗 沈阳东陵那个机场旁边吗 为啥呀 因为郑哥有御用的飞机 想坐哪个飞机 坐哪个飞机 他有这个权利 他本身植物也在那 在一个他爸活的时候特权 铁帽子王 然后领导决定让他坐飞机随便 他显然他坐那个科技民航 他不不方便 很快 这个普正改这坐着 这个陈文敏就过来了 陈文敏跟大致好像一个人 郑哥 谁呀 郑哥天天抽烟都出几根现量的 抽小烟 跟那个 那个 杜成 跟大致 说打电话要回这个沈阳 杜成那小鼻仔子回沈阳 他是不是有惹祸来 普正太了解杜成了 说他妈是不惹祸来 啊 哎呀 哥 那个 不能吧 师哥说想你了啊 那你看杜成啊 跟大致坐着飞机 第二天就来到东陵 啊 来了 怎么的了 啊 我想你了 郑哥 小鼻仔子 你惹祸了吧 啊 普正拿根小熊猫 一天三根 都警卫员 这个大胃啥都看着他 不让他多抽 像他们那种级别的 吃饭啥都不能多吃 啊 生活领导 当过兵 高级警卫员 你都懂 啊 涉谈量 一天都有监测 八遍啊 十遍的 心脏迈不着啥的啊 为什么他们能活那么长时间 抽三根烟 说吧 饿啥祸了 郑哥 你真了解我 啊 郑哥 我跟你说个事 说吧 郑哥 是这么回事 哎 我有个朋友 叫哈吉店的王龙江 你认识吗 王龙江 我知道啊 那人特别好 生意做的特别大 啊 然后属于国有企业 赞股 那个资产呢 就上百亿了 啊 你跟这样人 多在一起交成 啊 这正好人 说你啥事 你说吧 王龙江挺好的 那个人啊 那我知道 说那个哈吉店吧 这个出点事 啊 这不遇点麻烦吗 燕业给查了 黑龙江省啊 小资资小维维 新来个主任 啊 来了完了 就 就是卖手表 要钱 这变相的 这勒索 那不正常吗 你看普正的三观啊 就不一样正常人啊 那谁来不都得要点钱吗 啊 这钱应该给 要的不多 那就给你呗 啊 咱们做买卖 外面要是小大小小闹的小鬼 那还得打发你 啊 那就给呗 不是 正哥 给了 啊 要一千万一年都给了 然后正哥太找麻烦了 你这这这这这 这要把王龙江往瓷里整啊 啊 我提你来的 我提我不好使 我提我爸都不行 我提你来的 你提我干他妈什么 麻烦小兔崽子 啊 跟他妈我什么关系 这个事 提我干啥 啊 我他妈可不管 这事啊 我提你 没给面子 没给面就没给面子 啊 我不管这事 我他妈认识谁 啊 不是你热祸 就惹我提我 你 你不管 我不管 小城点话 你不管垃圾不倒 不管我不管 说准了 我不管 我不管 我我我找三哥 我给云山打电话 啊 三哥 哎 兔崽子你 正哥吧 那也是人不是神 他有点嫉妒心啊 小城你看 有几次找他办事 没办 找云山的时候 小城就惹怒了正哥 你妈的 你是我弟弟 你跟我做买卖 你跟云山好 跟云山好的 他也吃醋啊 怎么的 你不是我弟弟跟云山进呢 他也不得劲 之前听过的都知道 那云山狠的 谁都笑啊 哎呀谁谁 谁笑的在说 啊 王 王源也这样人 你让他们先修 先展护舟 但正哥不对 找云山 那你不管 我不找三哥 你 那你得管 你看 吓唤普正 师哥也说 正哥 提你真被给面 一点面都不给 这是你的问题 关键的 面的问题 他咋说的 他说 小诚别撒谎啊 正哥 我不用撒谎 说提谁都不好使 你亲自都不一定能行 你看看吧 可能正哥一合计 王中江人挺好 确实啊 在家 不给自己面子 谁 来来 我电话打过去 我跟他说 小诚巴就把电话 打给这个 姓王的 这个王长峰 那你看王长峰 主任就接电话 你们手能给面子不 喂 你好 是这个黑龙江 小兹兹小竹竹的 这个主任 那个王主任不 我是啊 我是那个杜诚 之前给你打过电话 哥啊 我发誓海南王 我知道你啊 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吗 弟弟啊 这事啊 我给不了你面子啊 找谁也不行啊 那个 哥啊 你别着急拒绝 我现在啊 在这个我哥这儿呢 我哥要跟你通过话 你哥谁呀 你等着啊 电话给朴正递过去了 朴正拿过来 那边 喂 你好 哪位啊 我黑龙江 小乔乔主 小兹兹的 这个王主任 你好啊 这个我不知道咱了 谁大啊 我叫你成大兄弟吧 我是谁呢 我是这个 邓朴正啊 这个你知道 我在小残残小连连工作啊 本身朴正不替他爸 朴正都是小步步啊 级别不小啊 谁 朴正 啊 是我是我 朴正领克强啊 是我是我 啊 我知道你 你有什么事吗 啊 啊 是这样啊 黑龙江的这个 啊 王龙江啊 这是一个我弟弟的好朋友 你看看啊 我不落别的 呃 这个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呃 这个事就拉倒了 啊 差不多就行了 然后啊 咱们该咋办咋办 肯定让你得劲 啊 这个你放心 咱们也不差事 我不干脆面子 啊 你看行不行 哎呀 对不起啊 朴正同志 这个愚公愚私啊 我应该给你面子 但是这个事啊 我不能给你面子 因为他财务啊 出现了重大问题 我现在已经报到有关部门啊 领导非常重视啊 小圆圆 我都报那了 啊 你说什么 不给我面子 对 不能给你面子 领导 我跟你们领导说 我现在跟你们领导说 啊 你跟哪个领导好使啊 不是 你呢 你跟领导说吧 啊 我不管了啊 哎 哎 哎 你这 操你吗 给普正电话挂了 普正眼花来这些 大卫 郑哥 今天你抽三根了 你不能再丑了 啊 你给我拿 啊 小生眼花 你看郑哥 这笔多狂啊 这笔就找死的节奏 啊 啊 否正讲话 你给我拿个盐 文斌一看 给点上 郑哥生气了 郑哥生气非常非常脾气暴躁啊 拿了个瓷碗都捏碎的一整 他手机老大了 下肢没这种了 手 把这个文斌给点上 小熊王抽出来 生气 哎呀 擦你妈 咳嗽半天 郑哥拿电话啊 又冷静了 我是管不着也 也正常 九七年以前他这么跟我说话 他得死 啊 老铁爷为啥呀 听我一首歌吧 1997年那是一个春天 有一个老人 在中国的南海花了一个圈 他爸九七年没的 香港咱们回归的 老爷子一辈子就为这个事啊 操心一辈子也没看着 挺可惜 啊 什么萨奇尔这个那个 见老爷子毕恭毕敬 你看老爷子个不高 永远是咱们精神上的领袖 废话不多说 那再跟不再不一样啊 他爸活的时候 谁敢说个不的人啊 租连你九族 老爷子没了 普正也慢慢的 这个得适应心态 但他妈我我我爹没了 这个现任的老大爷 是我爸提的呀 啊 那那老爷子跟现任的老爷子 啥关系啊 喂 哎你好你好 小燕啊 啊燕妹啊 我是这个普正啊 哎呀普正哥你好你好 给一个女的打电话啊 这女的当时就有四十多岁吧啊 不会没有普正大啊 你好你好 燕妹啊 有这么个事啊 这个咋说呢 这个 有个事啊 啊 得麻烦你 我跟老爷子说呀 不太好 我现在你跟你家老爷子说一声 啊什么事你说你说 啊 因为老爷子挺忙 是这样啊 哎呀 我爸现在也没了 那个 我慢慢得适应适应啊 因为现在呀 我这有遇点事 这不黑龙江的小哥哥 小兹兹小维维 一个姓王 他叫王主任 啊就这个王 王在军 王在军 啊 王长军啊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啊我知道哥 啊郑哥 我知道这个人 哎呀 你知道就好 你看你是跟他说一声 还是老爷子跟他说一声啊 啊 我就求他办点事 他跟那个 哎 我一个好弟弟啊 发生点误会 黑龙江省哈吉殿的这个 哎 普正就放自己身上了 说这个 本来是渡城的朋友 那不能那么说 你看是我的一个小弟啊 啊 哈吉殿的这个 坑古这个 王军 江啊 啊 这他俩之间有点误会 这不就往死里整了 我打电话也没给面子 人家说了 老总 那边人都知道了啊 要要要熟识你 哎呀妈呀 郑哥 就这事啊 啊 是是是 你这样郑哥啊 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 啊 你放心 我现在打电话啊 让我爸那个解决啊 好好好 谢谢你妹子啊 等信你 电话溜了 他打给的是谁呀 哎 这个小样啊 就打给他爸了 啊 那自己姑娘打自己他爸 他不用秘书钻结啊 哎 哎 老爷要戴眼镜 那时候身体挺老的啊 两个九九年 哎 谁呀 姑娘啊 啊 啥事啊 爸 有这么个事 那个 呃 刚才普正正哥给我打电话了 啊 他不好意思跟你说啊 啊 普正有事啊 啊 什么事啊 啊 说黑龙江的 小兹兹小巍巍的 这个姓王的 叫王长军的 是是是你派下面工作的啊 啊 对呀 我知道王长军啊 那个爸 这个普正啊 跟那个 有一个人吧 黑龙江哈基电的 人好 完了 跟他有点误会 为啥普正没名说 没说他要钱呢 你们明白不 领导的艺术 语言很大呀 他直接说 妹妹 你看这人 啊 熊哈基电钱 熊我弟弟的啊 给他的都不行 不行 你哪知道 他是不是 小燕 他爸的楼钱盘啊 明白没 你万一要是楼钱盘呢 你这么说 你多尴尬呀 懂不懂 人家把话就说 是误会 爸呀 他说还是有点误会 他要往死里整一年 普正大哥打电话 都没给面子 这个王长军啊 这王长军 爸你太过分了 啊 因为普正他爸爸刚美 啊 然后对他家帮助这么大 这普正就心里不得劲了 我正哥给我打电话 我都听出来了 爸 有这事啊 我现在打电话 我需要下面人做事啊 这能行吗 这 唯有今天 那也是普正他爸扶持我 那是我一辈子恩师啊 那我都拿父亲 那么敬仰着啊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啊 电话816 你看这个老大 老总 爸爸拿电话 就打给王长军 王长军还不到 这是个装逼啊 谁保识 因为他仙管不是仙管 你政客再大 你爸都没了 我怕你干啥呀 我也有人宠信啊 他就相当于皇上身边太险 哎 电话响 喂 王长军啊 哎呀 老总啊 身体好吗 怎么样 我身体行 我问你个事 你给黑龙江 瞎他妈整 有一个 那谁 普正给你打电话 你没给你面子 给你卷了啊 是听到 你问这事 我还想跟你汇报一下 那谁 那谁 那个黑龙江啊 那有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啊 我都汇报小学院了 我心 我过两条亲自进京面胜 跟你说 你他妈瞎 怎么整 啊 你想不想干了 信不信给你扒了 那普正他爸爸是谁呀 老大 我 我错了 我他妈心 让你下一段两年 你好好干 你回北京 我给你扶个一把手 这兵后来 回去上那个小国国 小兹兹 当一把的 他没下去 老铁啊 老大的一日 瞎他妈干 我先干两年 让你回来 他妈 03年掉去 回来到北京 那妈任职呢 领导 弄我明白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用什么招 必要普正 还有当事人满意 要不满意 你就别干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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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也犯魂了 你说我 我他妈说 魂的话 我问不领导的 意思也行 哎呀 就在懵了 电话打给王龙江了 第一个啊 王龙江在那边 姐来 闹起你 哎 哎你好 哎呀 哎呀 是那个哈吉店 王龙江吗 哎 我是王龙江 你是 哎呀 不好意思 龙江啊 这两天 我他妈的 家里面有点事啊 我这思想上啊 就冲动了 有点误会啊 这个事我说过 头话的 你看这 你别跟大哥一样的啊 那个大哥错了 这个事啊 哈吉店 我必须大力推崇 啊 黑龙江有事 你这事 咱们中国我不说大 有事你也这事 都能帮你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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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谢谢哥啊 谢啥呀 啊 然后咱们以后哪天我煮这个饭 就在吃点饭 啊 好好好 王龙江讲话 小成那边使劲的 他不知道找个谁 第二个电话 大概都成了 哎 哎你好啊 哎 小成兄弟 哎哎 你好 哎呀 我是王在军 王常军 这样啊 这个哥今天呢 说话太冲了 啊 有点不是人了 啊 哎 啊 啊 啊 哎 你看普正在方便吗 方便不 我跟普正哥说一句话 啊 方便 那也没敢跟着等啊 因为他是老大的爷 哎 郑哥 王主任 哎 你好 啊 我是普正 哎呀 郑哥 我今天真不是人 郑哥 啊 你就当个屁给我放了吗 郑哥 我今天我脑瓜了 把犯魂 我也不知道洗的啥 撞血了 郑哥 老大刚才老总 给我这顿臭骂呀 啊 差点没给我扒皮 啊 然后郑哥 你满意了 我还有饭吃 你不满意呀 我可能全家都得发费边疆了 郑哥 你大人不禁小人过 你这个大哥的 要是元哥 不会给他面子 要是三哥 踩他两脚的整死他 你看郑哥的心 还是不一样 啊 郑哥一听 可能郑哥也不是说仁慈 郑哥是相互给面子 因为爷爷爷老大给他面子了 哎 他才给老大面子 给他老大的人面子 不就给老大面子了 没事没事没事 啊 王主任 啥说没有啊 呃 然后你把事办了就行了 啊 试试试 这个马上要哈吉店 从 那个从生产啊 马力把解封 好了 这么电话就给摆了 最后是谁打的电话 普正打给这个小燕打的电话啊 最后普正也给小燕感谢了啊 那边收到消息了 老铁 这个事圆满结束了 然后 普正那边参与这个饭局 王龙江啊 被这个王主任请去了 啊 吃了饭 还有小城跟大志 同去的 坐在桌上 因为王主任哪 就说了 龙江啊 你这样啊 咱们以后是哥们的 不打不相识 啊 我过两年呢 也得上北京 我改东北是锻炼锻炼啊 然后呢 哎呦 有一些误会 以后有啥用着大哥的你知识 你王龙江也会办 哥 哎 这是一千万啊 这个给这个兄弟们 不不不 我不能要你钱啊 我可不能要 王龙江讲话的 哥呀 以前你熊我 一分钱我不给你 咱们哥们的感情现在到了 我乐意 我乐意给你 年年给你一千万 哎 我王龙江不挣不挣 也他们正几十个一 啊 皆大欢喜 成哥们的 小便 师傅 我 对 那 SM 我们 让